大家好,我是猛九 这是给大家选出来的接送 大家约的是3月1号送大家接送 然后今天正好是3月1号 给大家录取的都发出去 然后这些接送呢 在选择的时候 什么样的是最好的呢 我肯定要给大家选择最好的去赠送 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分享一些 这个桃树接送 选择什么位置的接送更容易成活 什么样的更容易成活 在整个枝条的下端 大概10来公分 咱们不要 然后呢,上端太嫩的这个位置 也不要 接送的粗度呢 一般都在0.8公分粗以上 然后来选择 如果是太细了 咱们用半木支架接 它可能就不太好削 就是不太好取牙子 它不比下季夹接 下季夹接呢是制皮夹接 咱们可以取下这个牙子 半木支夹接呢 咱们在取结束的时候 可能削的比较窄 它也影响它的成活 所以粗度一般是0.8公分粗以上 然后呢,最下端的不要 最上端的太嫩的 咱们也不选择 再选择这个叶牙 比较饱满的 也是可以有花牙的 你看这些 中间有个叶牙 叶牙比较饱满 两侧有花牙也没关系 咱们把它剥掉 或者不剥掉 也可以 如果咱们不把这个花牙剥掉的话 然后愈合以后 这个花牙呢 它逐渐的会抽干 只留下叶牙 继续生长 因为春季夹接呢 即使愈合了 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也输送不了那么多的营养 来供给这个花牙开花 做果 只能供给个叶子 长叶 以营养生长为主 所以咱们在选择结树的时候 就选择有一定粗度的 然后 撞枝撞牙子的 还有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尽量不要选择 喷过石榴和季的 这个结树 也不要选择化空过重的 这种 结树 化空过重的树 如果咱们架结了以后呢 它这个牙子可能不出牙 它虽然是可以愈合的 但是它可能会不出牙子 所以大家呢 在选择结树的时候 也要注意 在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就两种架结方法 一个是斧结 再一个就是半木之架结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 我还是建议大家 半木之架结 半木之架结呢 它这个愈合能力比较强 对于以后的生长 或者是一些病变 像斧结呢 容易出现一些流胶 或者是有这个树流 还有 多种原因 寡调 就是刮风的时候 风险比较大嘛 我建议大家 用半木之架结 如果用斧结的话 实在不行 就在那个大粗矿上去夹结 咱们可以斧结 给大家赠送的这些 结树呢 有580 580这个品种呢 是在我视频中 出现最多的一个品种 就是九月份成熟的 一个慢溶制的水蜜桃 果青580这个品种 适合南北方种植 但是深中蜜桃呢 管理起来比较麻烦 需要受粉 如果大哥感觉麻烦呢 结树到了 你可以把它扔了 然后不去嫁接 但你如果嫁接了以后呢 需要人工去给它点粉 作用率是比较低的 这个树是生长式 是比较强旺的 但是呢 这个深中蜜桃 是我们河北 衡水深中市的特产 既然成为特产 肯定有它的一定优势 还有一个油桃 就是咱们夏天 出现的一个油桃 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但大家嫁接的时候 尽量在原生树上去嫁接 不要再高阶 高阶的话 可能会出现芽变 在我这儿可能会很好吃 去你那儿高阶以后呢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大家接到结树以后 记得把这个结树 在桶里面用水养着它 然后再去嫁接 千万不要暴晒 这就这么放着它 会抽生水分的 也会影响它的成活 咱们一般呢 就在桶里面放上 两公分的水 然后再泡着养着咱们这个结树 就可以了 如果气候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在这个表层 用一个湿布 给它盖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农业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旧果园 大家看我视频 记得点赞 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